早安 安妞 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 起床準備要出發我們第一個景點 景福宮 韓國的早上其實蠻冷的 有了昨天的經驗今天就知道 該怎樣讓自己包暖 所以就已經做好全部的武裝 暖暖包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想買花 今天是聖誕節 第一次在韓國買花 聖誕節好浪漫喔 對啊好浪漫 你有沒有假裝是男生送你 聖誕節快樂 秋風 秋風 這是什麼 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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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警服宮的光畫門 在前面看了交接 看完之後我們在那邊拍拍照 打打卡這樣 因為他進去是要門票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進去了 就在外面到此一遊 在這裡的話可以看到很多穿韓服的民眾 覺得就有一種很像穿越時空的感覺 反正我覺得來這裡就可以好好感受到 就是韓劇中的場景 然後我覺得有在追韓劇服中的人 一定要來這裡嘗嘗看看 哇 陽光耶 好溫暖喔 欸這陽光很讚耶 對啊 超棒 很好看 今天呢是逛街的一天 然後我們要先去望遠市場 之後呢就是斜坪的行程了 我們現在在望遠市場 等等呢就會去吃當地市場裡面的食物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來吧 Go Go 終於體驗到在路邊吃 那你的湯咧 魚拌的感覺 等一下再沉了嗎 魚拌都變得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韓國一定要體驗 在路邊吃這個 大草泥剛剛還有魚拌 在滴水 它是不是如果很快冷掉的話 還可以再沾湯讓它熱一點 我剛剛沾了一下 它現場還有醬汁 哪裡有醬汁啊 這個醬汁 它如果你是辣的本身就有味道了 我一直在流鼻水 好 我們剛剛呢逛完了望遠市場 我們也吃了一堆 蠻在地的東西 然後蠻推薦大家一起分著吃 因為它其實有一些 像是炸物啊等等 其實一份就蠻多的 大家輪流分著吃 就可以吃到 比較多樣東西 這個市場真的 逛起來的感覺是 非常乾淨明亮 就連廁所也都是很乾淨的 然後又提供衛生紙 超級無敵貼心 再來就是 我想一下 沒有 因為我剛剛真的講的超爆多 這個錄到縮食 我真的也是蠻頭問號 妳確定妳現在錄的是對的 不要給我浪漫動作 真的啦 真的 在店家現場吃完 我覺得蠻有融入當地生活的氛圍 也很推薦 大家都直接在現場把它吃完 價位的話我想一下 是不是其實也都是一兩百塊 其實它價位都是比較偏平價 然後就是傳統小吃 但是像那個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那種烤棉花糖的冰淇淋 但是它那冰淇淋的價位 它就不是平價 它比較 一百多塊 對一百多塊 但是比較特色一點 但其他的東西就是 很傳統小吃的平價價位 我覺得最讚的是 我最喜歡吃魚板 我一直很想很想體驗 就是在現場吃魚板 把它吃完 就站在周圍 對對對的感覺 然後還可以一直吃 喝那個湯 然後我就喝了三杯 然後就好 然後理性的點餐 所以很適合一群朋友來 然後都吃一點吃一點 那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又可以都享受到 又不會到太沉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 逛起來還蠻悠閒的 沒錯 而且可以看到真的很多 感覺是生活在這裡的居民 來這裡採購 蔬菜啊肉類 我看到很多芝麻 對而且 而且我覺得它的肉類 看起來都非常的新鮮 喔它的肉根本不用冰 因為電池燒冷 對 我跟你講連冰淇淋都不用怕融化 對 吃冰淇你不用緊張 因為不會融化 但是你可能要擔心拿鐵很容易涼掉 哈哈哈 耶要回去了 蛤 回去 然後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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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好美啊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我們剛剛起床後就先去寄行李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做退睡 再來呢就是要去吃午餐 然後繼續把昨天沒有逛完的逛完 今天早上起來流鼻血 這是韓國的天氣真的太乾了 整個鼻子非常的脆弱敏感 半卷半卷 好Q喔 這個超Q的 它的logo很好很可愛耶 三蔥 三青凍 好啦不太為你了 耶 終於吃到飯捲了 是這家的超可愛 人力道 超可愛的 一口吃 這是韓國的紙菜飯捲耶 欸我覺得我可以吃到一整盒 我覺得紙菜飯捲真的超好吃的 你看它超多料的 這是最邊邊啦 邊邊比較豐盛 好吃 好吃 讚讚讚 但是我覺得它的海苔 好像比台灣賣的韓國飯捲還要油一點 就是滑滑油油的 但是很香 就充滿一個麻油的香氣 我覺得精髓就在了那個麻油 還有那個海苔 我們現在吃午餐 然後我們今天吃的呢 是那個 站著市燒肉 這一家的話它只有賣牛肉 就一種肉 然後這邊的姐姐們會幫忙烤肉 我覺得它的牛肉非常好吃 再配上 這是超級絕配的 先喝一口再吃 現在這幾天一直在喝酒 臉都中 而且它還有 這種辣椒醬 然後這個醬跟這個醬 你可以沾著吃 吃了 在塞行李 超多東西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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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兩個半小時的船 我們到來雨了 哈囉 好美喔 還有包頭我覺得好感動喔 坐在這裡 好美喔 今天 好美喔 這樣子 每天 好美喔 回程 在這裡 乾燥